6月8日,KBS官方网站公开的审议结果显示 KBS对BTS新曲《BurnBTS》做出了不适合播放的判定 KBS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歌词使用脏话、礼语、低俗的表达方式 对此粉丝们预测 这是一首包含BTS独有的粗犷 率直歌词的新歌 此外,BTS在2013年7月 以免费因缘的形式公开的为发售曲《BurnSinger》的重新制作版本 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判定为不适合播放 与此相反,新专辑的主打歌《It to Come》得到了适合播放的判定 另一首新歌《For Use》 应在出演初期30秒内没有歌词而被保留 据悉,BTS的新专辑《Proof》将于6月10日下午1点发行 由三张CD组成的这张专辑 是将BTS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和二为一的Anathology形式的专辑 主打歌《It to Come》以清爽的旋律和梦想 成为BTS和二米新花样年华的充满希望的歌词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搜索公司BitHead Music表示 专辑正式录制是在BTS成员和阿弥们特别的日子里进行的 爱的韩社 没有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